第四次人员国际研究、学术人员国际研究 人员的社会到生活 在国际台湾历史普遥冠军 这次人员国际也向着三位台湾历史学家帝籍 其中六千里请出席 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使命 就是希望将台南导造为台湾文化的首都 任何一个人来到台南就知道台湾 让台南市民感到光荣 让台湾的民众对台湾产生认同 我相信也只有这样 台湾才有可能团结 往前迈进 这个就是作为台湾第一个城市台南的使命 那我非常感谢这个 经由大家的这个共同的支持 那我们一直都往这个方向在迈进 今年刚好发生了几件令门 非常难过的事情 就是首先是9月12号 不断自学 同时以地范学为基础的 强调台湾导死的这个曹永和院士不限过世 另外这个10月3号 一生之力研究228白色恐怖 以及独立运动时的这个老师 他也过世 他也过世 张岩宪 他也过世 然后再来的话 这个10月6号 陈奇路老师 他也过世 陈奇路老师也过世 陈奇路老师是 台湾 台湾社会人文的这个研究是独树一指 也是我们台湾市市民 他也不幸过世 就连续 对整个台湾的这个历史 社会文化 风土民情 相当有研究的 三个这个前辈 不幸过世 也令我们不胜继续 包括 曹永和 张岩宪 以及陈奇路 三位大师不幸过世 所以 文化局叶局长 他有一个规划 我也非常赞成 明年呢 在 陈奇路先生 明诞的前后 来举办 纪念讲座 让这些前辈的 研究可以披露于社会 也让年轻的 这一辈的年轻人 可以知道 这些前辈 一生之以台湾史的研究 是什么样的偶心力学 贡献是什么样的 最后呢 我就再次感谢 大家的参与 希望 我们经由大家 不断的 研究 不断的 发表 让台湾的这个历史 能够更加完整 让国人 对台湾的相信力 能够更加的强